就在开始前 大联盟教练吉姆·詹默森 在电视上大谈体育菠萨的奥妙 红莫听他提醒 赶紧把来笔记本下注 眼看赛场上形式不容乐观 红莫开始信奉玄学的力量 他偷出婚戒祈祷 因为他觉得 就是这枚戒指 骗马迹和自己在一起 所以这婚戒算是他的幸运戒指 然而他不知道 悬不改飞 刻不改命 兴奋之下 不小心将钥匙掉进了地板缝里 红莫打着手机 钻进地板下去找 结果在黑暗里 撞进了鬼影 他选择 如果真有鬼 就意味着有来世 那他就不用害怕死亡了 比鬼怪更可怕的是 地板下坐窝的 臭幼大军 红莫来不及逃走 被臭幼们逼近死角 在遭受生化臭屁的袭击前 他向家人们留下遗言 马迹 孩子们 记住我以前的味道 看到老爸要遭殃 巴头和丽莎高兴坏了 马迹在后院 扒光老公的衣服 用水管给他冲了个爽 这种强力水流 充屁股蛋子的感觉 红莫还挺享受 孩子们劝老妈 扔掉爸爸的衣服 他们闻起来 像在粪坑里泡了一个月 马迹含笑摇头 作为资深家庭主妇 他当然有一些 自己的独门绝技 马迹在整套里 放入秘密原料 再把臭衣服塞进去 摇一摇晃一晃 那衣服居然变得 斩亮如新 而且臭幼的味道 也被完美消除了 孩子们惊叹不已 盲问老妈 这招是怎么练成的 马迹表示 这离不开多年的生活时间 毕竟孩子他爸 带回来好多不同的味道 什么 蒜结面包马拉松 沙丁鱼垃圾桶 这个神奇的袋子 都能把它们洗干净 丽莎脑子转得飞快 认为这项化名 可以帮助那些 买不起洗衣机的人 提高生活质量 于是母女俩在街头 摆起了慈善小摊 免费给流浪汉 发放屈味袋 马迹还故意 全选蓝色人套 和衬托 她的蓝色套无法 一些流浪汉 靠着趣味袋 整理仪容后 甚至重新就业 改变了现状 一位得主老牛仔 路过马迹的摊位 对这些趣味袋 印象很深刻 他想为马迹的 慈善机构 捐款一百刀 马迹尴尬地表示 他还没有创建 或加入任何慈善机构 可以直接把这一百刀 叫到他手上 老牛仔说 只有向慈善基金会 捐款才能免税 所以他的资金流动 都打着慈善的名义 丽莎灵机一动 寻死 他们为啥不成立 能帮马迹母女 处理好繁杂的文书工作 马迹将这个慈善机构秘密为 丽莎辛普森基金会 表示他们能够走到今天 全靠丽莎的一腔热血 老牛仔慷慨地 为丽莎基金会捐款 成为天使投资人 很多流浪汉靠着改变衣装 成功改变了人生 他们的垃圾袋 变成了公文包 石上的下水道臭味 变成了尼容水 趣味袋的神秘原料很简单 不过是一点小苏打 当丽莎发现 妈妈在用护手牌小苏打时 她不高兴了 因为这家公司名声很超 有支持同工的黑历史 马迹没考虑这么多 她买这家货 单纯是因为物美价廉 丽莎觉得 既然他们在做慈善 就要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 寻找绿色环保 没有黑料的产品 不要估计成本 丽莎拉着老爸翻山越岭 去找新的小苏打制造商 侯莫表示 我只想躺在沙发上吃热狗 妇女俩找进了一座寺庙 高森通过冥想 凭空生产小苏打 消耗的是二氧化碳 真正做到了负碳排放 这款活泼菜牌小苏打 售价值要998 环保真的很烧钱呀 马迹只能在街头 努力打广告 为机机会吸引捐款 城管却把她 当过街老鼠一样 道出你 还要没收她的东西 因为街上的每个角落 都属于上帝 马迹感叹说 谁知道一个宗教非盈利组织 能如此比你纯洁 马迹正无忌可施 天性遇到了贵人 黑界指导她 要想将慈善事业 做大做强 必须学会包装自己 挤身上流社会 寻求有钱人的支持 富人们喜欢用 浮宽的方式表达同情 马迹就必须迎合他们 增加基金会的公众曝光度 让富人一捐款 全世界都会马上知道 对他们大肆吹捧 经过黑界指点迷惊 丽莎基金会 一转眼就有了写字楼 马迹拥有 自带浴室的独立办公室 基金会挂着趣味带的羊头 卖起了周边产品的狗肉 什么洗发水 护发素 沐浴露等等 丽莎扛着她的活不散盘 小苏打回来 发现他们的小慈善 居然做大做强了 顿时又惊讶又惶恐 马迹还给捐赠者 划分出等级 靠着黄加兰级别捐赠者 博恩斯先生的慷慨解囊 马迹开始筹建 新的喜化楼区 豪华程度 堪比一座大型科技园 丽莎文言又不高兴了 因为博恩斯 可是春天镇 最大的污染者 靠着黑心企业家的脏钱 做的那不是慈善 而是在给博恩斯支流 洗白打广告 丽莎命令妈妈 把钱还给博恩斯 马迹当然不肯答应 电解说 就算他们不要这笔捐款 博恩斯也会给别人 而且她觉得 自己对基金会的付出更大 丽莎不过是跑山里野游 顺便带回来一点 贼贵的纪念品 凭什么来教她 该做些什么 不该做些什么 丽莎距离力争 认为马迹现在不过是 在当有钱人的走狗 基金会的做法 根本没有帮到刘老汉 两人都不肯让步 结果越超越厉害 马迹提议 大家先分开好好想想 经过好几天的冷静后 马迹和董事会商议 决定提升丽莎 成为基金会名誉创始人 实际上就是让她挂个名离职 丽莎气得把自己 关进卧室不出去 红莫得之后 吃着丽莎基金会周边产品 炸击全家桶 来安慰女儿 丽莎说 她从没被解雇过 问老爸她应该怎么办 红莫兴奋的说 你不知道 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 给自己的孩子传说 我真正擅长了领域 是的 红莫拥有被解雇的丰富经验 并从中总结出了宝贵知识 被解雇后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理智的愤怒 第二阶段是假装自己还有工作 红莫带着女儿去泡咖啡馆 她昨天刚被遮掩的老板炒鱿鱼 正好给丽莎献身说法 第三个阶段是不理智的愤怒 总结来说 就是想要fuck全世界 很快丽莎进入了第四个阶段 整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什么事也不想干 老妈来问就让她滚 一句话 摆烂到底 马基对女儿的状态很担心 身为过来人的喉沫 劝老婆安啦 这些症状都是暂时的 不出她所料 丽莎很快就进入了第五阶段 开始结束这一切 她向妈妈道歉 你为我们的基金会努力工作 而我却只不批评她 否定你的付出 马基感动得拥抱女儿 可她近视前嫌 转天基金会将举办总部落成一事 董事会上 黑姐宣布 他们成功起作了蓝袋啤酒 告她盗用了 丽莎基金会的商标符号 此举极大提升了基金会的生命度 更多的捐款正从全国各地回来 马基说 他们是时候开始帮助流浪者了 董事会其他人却都假如没听见 现在这个势头 当然是刷井赚钱最重要 搞什么慈善 闹得抽了吧 马基猛然意识到 丽莎基金会真的变会了 那些加盟品牌的商家 只是想靠慈善的民意免税 顺便洗白以前的臭名声而已 想到这里 马基觉得非常愧疚 举行墨城仪式的晚上 幸福森一家盛装出席 丽莎望着奢侈的酒会 想着这一切的起源 不过是她想要帮助穷人 就感觉这个世界很恶心 鸿沫和巴特都不觉得 他们反而胃口大开 并且这时候说啥都是虚的 只有满桌子的美食才是实的 马基在参加晚会前 觉得心里闷得慌 于是让司机掉头去街上逛逛 正好来到了基金会总部附近的贫民窟 发现之前靠去为代重新就业的吉尔 现在竟然又流落街头了 吉尔说基金会为了修新楼 强拆了他住的小产权安置房 拜慈善所辞 他现在比以前更穷困潦倒了 和他一样失去住房的人 窝在街边的帐篷里 每天跟城管打游击战 马基文言怒不可遏 他拎起袖子 闯进基金会总部 打断了富人们餐后的消失小取 他抢过黑姐的话筒 痛使这帮打着慈善的名义 跟着龌龊勾当的伪君子 丽莎基金会如今变成了怪物机构 他不帮助流浪者 反而制造了更多流浪者 黑姐赶忙远场说 流浪者数量的增多 能提高社会的优惯意识 对此番高论 马基评价为不要脸 他邀请丽莎上台 教大家何谓真正的慈善 丽莎决定开放总部大楼 让流浪者入住 穷人和富人坐在一个桌上 喝酒吃肉 暂时打破了阶级的壁垒 伯恩斯对此十分愤怒 他愤然起声说出了真心话 收起伪善吧 我们不是来帮助穷人 只是来享受自己的幸运而已 如果有人真想干点实事 那就去做我们一辈子都在逃避的事 交税 伯恩斯说完愤然离场 只留下满屋子尴尬 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以上就是辛普森一家 第34集19集的内容 这里是草宁宁影院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